来来来 严老师 你的外表长得好不好看 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对你的男朋友来说 日子久了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皮囊里边的那个心 那个魂呢 你的全世界就只剩下她了是吗 是 那她不要你了 你的世界就没有了 对 你这么漂亮的皮囊 你自己不珍惜啊 你觉得自己这么好看 就因为一个男人你就要放弃了 成长是你自己的事 你不成长 你就有一天被淘汰 不仅被她淘汰 还被生活淘汰 你渴望说 哎呀像电视剧里那样 我的男朋友 什么弄一个大横幅来追求我 大楼的LED瓶鞋 我爱你 你有什么让人家这样值得追求呢 你看到那些电视剧里边的女主角 被那样追求 是因为人家要么贤良输得 要不然能干 要不然博爱 要不然肯付出 人家身上都有闪光点 绝对不是一张脸 而况咱的脸也没有那么 倾国倾城 所以我们自己没有值得 对方去爱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被淘汰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 是闪光的 自然有人会欣赏你啊 自然有人愿意追求你啊 自然愿意有人下了班很累 回家看到我的伴侣 就会满脸都是笑容 因为他给我准备了一桌子可口的饭 因为他关心了我 因为他对我有所付出 因为他体贴 你总得有个原因吗 就因为好看啊 所以你得好好修炼自己 否则以后你的人生得多可怜啊 所以赶紧成长吧 你真的不是女神啊 也不能在这小公主 更不能做个寄生虫 哎呀 男生你也是够呛啊 当初觉得人家可可爱爱的 像个公主一样 就追到手了 就像玩玩具一样 小朋友新鲜意识 觉得哎呀 这个玩具太金贵了 哎呀 我还得给他买衣裳 哎呀 我还得看看他今天开不开心 好累呀 那你追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你喜欢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你没有责任吗 你不要承担 他现在如此颓废颓唐的后果吗 所以我倒真觉得你们应该分开 分开是对你们都好 分开也是对你们都是成长 谢谢 谢谢杨老师 哎 刚才编导说你腿受伤了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 他自己搬出去住了 然后有一天走蛇下楼梯就摔了 我就摔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就拍了照片发给他 就以前我就是切菜不小心切的手 他就送我上医院 我拍了发给他 他回了我一个省略号 那就没有回过我了 行 男生烦了嘛 来 曲总 关爱不能宠坏 把一个人宠得胡闹的话 那不是爱 那是害 的确你长得是不难看 但你知道多少夸奖的人背后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吗 男生可能是一时涂你的帽 但是你的帽是贬值的 如果你仅仅是有帽的话 你的价值会越来越低 你再用化妆品 你再去保养自己 你的容貌也是一天一天衰老 而这个男生若看中的是你最鲜艳的时候 那未来你枯萎的时候怎么办 你以为管住他 一有问题就拉大横幅向你认错 就真能绑住一个人吗 先爱好自己 你不要以为自己长得漂亮 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是一切了 就能变成生产力了 错了 连工作都不会的人 不能自食其的人 怎么配得到别人的爱呢 如果到哪儿你都跟人家说 你看我长得漂亮 你应该给我打折 你看我长得漂亮 你应该对我好 你看我长得漂亮 你应该供着我 让人家笑话呀 饭店老板为什么给你打折 他可能就是 觉得你好玩 逗你玩呢 但是任何人逗你玩都没关系 如果是一个你认为爱你的人 逗你玩 那就会出现大问题 他对你的不是 就从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你居然 女朋友 为了你 和自己家人 断绝来往 你是丝毫不被所动 他不懂事 而你不然 你应该作为一个 有担当的男人 你应该告诉他 这不对呀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去做了错事 你不加以阻止 你还推波助澜 要不让他为所欲为 你真是害了他 趁早分开嘛 好吗 你跟他在一起 时间越长 他越离不开你 你这是害他呢 他腿上受得那么严重的伤 你漠然是知啊 你无所谓了已经 以前敢这么做吗 你不敢 你已经再变了 你不要害个女孩太深了 好不好 赶紧分开 就这样 谢谢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